氣象局稱為孤獨一匹狼的 今年最強台蘇迪勒來勢洶洶 過去雖然有略為減弱的跡象 不過接近台灣的時候 有機會會再增強 如果路徑沒有特殊變化 登陸台灣北部機會相當高 氣象局日估最快 禮拜四中午前後 就會發布海上颱風警報 晚上就會發布陸上颱風警報 明天下午過後 隨著颱風的外圍雲氣進來 在迎風面的東北部地區 開始會有一些短暫性的陣雨出現 星期五星期六這兩天 是颱風影響最明顯的時候 各地都會有陣雨 也可能會有局部好雨以上 等級發生的機會 蘇迪勒暴風半徑達250公里 以每小時22公里速度朝台灣前進 下半天北部東北部海邊 就會有長浪出現 到了8月6號下午 北部東北部會有局部陣雨 7號8號蘇迪勒最接近台灣 北部東北部和東半部風雨加大 會有好雨甚至好雨以上等級雨勢 8月8號中南部受到南風和西南風影響 與市明顯增強 全台猶豫 往前一個比較強的中路颱風 或者是強烈颱風 按照這樣的路徑通過台灣的話 可能各地包含沿海空旺地區 或者是離島 都有機會出現實際上的陣風 外媒形容它是最強颱風 從目前預測路徑來看 氣象局和美軍預測路徑相似 都是從東北部通過 日本預測路徑往南修正穿過台灣中心 氣象預報中心主任正名店臉書提醒 蘇迪勒部分外圍雲系被導引往北 雖然沒有引進西南氣流 但還是要嚴防大雨 蘇迪勒步步逼近台灣 除了大雨這一次的風力 瞬間陣風可能達到17級 雨大風更大 蘇迪勒步步逼近台灣 除了大雨這次的風力 瞬間陣風有可能到17級 雨大風更大 週五晚上到週六上半天 是膛臺影響最劇烈的時候 記得陳子芬莊 訂閱SN手組台北報導